大家好,我是汤圆,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2004年福岗县大牟田市的案件。 这期案件的人物比较多,我会尽量给大家讲得明白一些,也希望大家不要搞混了。 北村石雄,住在福岗县大牟田市的鹰丁,是当地黑色组织北村组的组长。 上层是村上一家,村上一家是大牟田市最大的黑色组织,成员200多人。 而北村组属于小规模组织,兄弟不是很多的那种。 北村石雄,1944年出生,身高1米6,偏瘦。 高中毕业后做过日式甜点师,开过出租车,之后加入了黑色组织,在组织里给干部们开车。 后来自己成立了北村组,并经营着一家建筑公司,专门派小弟到工地、工厂等地方上班来维持生计。 比如小弟一天工资15000日币,他只分给小弟3000日币。 北村真美是北村石雄的妻子,身高1米7,体重100公斤,背上有一个观音菩萨的纹身, 掌握着北村组的实权,丈夫也得听他的。 他结过5次婚,第一次是19岁,和一个比他大17岁的男性。 婚后生了一个女儿,但不久后就离婚了。 第二次是22岁,和一个比他大16岁的男性。 婚后生了一儿一女,而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 之后他又结了两次婚,第5次才是北村石雄,并和北村生下了两个儿子。 2002年,北村真美在大牟田市开了一家酒吧,但因为亏损严重,才开了几个月就关闭了。 据附近的村民说,北村真美是个性格很暴躁的人,一言不合就开干。 身边的人都怀疑他是不是服用神仙药了。 北村校,1980年12月20日出生,因为身材高大又喜欢相扑,所以想成为一名职业的相扑运动员。 1996年3月,中学毕业的他身高1米8,体重115公斤,经过选拔,顺利加入了大岛步屋。 某某步屋类似于培养职业相扑选手的俱乐部。 入门后,他获得了蓄龙神的一称,也参加过比赛,但成绩不是很理想。 他深受打击,再加上从小跟着做组长的父亲我行我素冠了,受不了不屋严格的规章制度,心中产生了不满。 给练习场的窗帘放火后,跑回了家乡。 回到家乡后,他加入了飞车党,和成员们坏事坐镜。 2000年,他参与了一起伤害案,导致对方离世,因此进监狱待了三年半,出狱后加入了父亲的北村组。 北村校红,1984年6月9日出生,在家中排行老四,从小就不爱学习到处惹事。 1999年,中学毕业后加入了松根部屋,也就是现在的二手之官部屋,并获得了三持三的一称。 2000年5月开始参加比赛,也许是看不到希望吧,2001年年底,才一年半的时间就隐退回家乡了。 那时候的他身高1米68,体重差不多135公斤。 回家乡后,校红不务正业,和几个臭味乡头的朋友,组成了一个叫竹神鬼狼的飞车党。 其中一个朋友叫高建龙信。 他们除了四处骑摩托车,服用神仙药之外,还常常参与偷窃等步伐行为。 之后他就顺理成章地加入了父亲的北村组,帮主理贩卖神仙药,二手车等等。 2003年左右,组织上城有人被查出失常神仙药等,因为校红年纪小,被派去当替罪羊。 可他还没来得及去自首,就因为和几个朋友在派出所闹事,被送进了大分哨馆所。 2004年5月6日才出来。 这几年,北村家的建筑公司经营不顺,收入骤减,投资酒吧又失败,还要缴纳汇费给上城组织,因此欠了很多外债。 而且,真美的性格暴躁不得人心,小弟们纷纷离开,手下只剩下了5人左右。 到了2004年9月,北村家欠了一个叫高见小叶子的人6600万日币左右。 高见小叶子也是儿子北村校红非社党的朋友,高见龙姓的母亲。 但北村兄弟不喜欢小叶子,因为他们觉得小叶子总是化很浓的妆,像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似的,所以偷偷给他取了个帕特拉的外号。 2004年8月,小叶子让真美的大儿子去帮他家装修房子,因为北村家欠了他很多钱,所以装修完之后,小叶子没有付工钱,说这装修费用债务来抵消。 真美和大儿子为此很生气,小叶子58岁和北村家是老交情了,他是专门放黑贷的,有时候需要北村主帮他去讨债。 从1994年开始,梁家已经合作10年了,但是他们的合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北村家总觉得小叶子给他们的报酬太少,所以经常把讨回的钱款偷偷拿走一部分,装进自己的口袋。 金额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2004年9月被小叶子发现,双方还闹得挺不愉快。 后来,真美听说,小叶子准备要成立一个一亿日币资本金的新公司。 真美坐不住了,自己家连水电费都交不起,小叶子的生意却越做越大,所以他打算从小叶子那里骗一笔钱来花花。 钱到手后就让小叶子消失,这样他们家连债务都不用还了。 2004年9月,他和丈夫,大儿子北村校商量起了计划。 他们骗小叶子说,发现了一块好地,售价2600万日币。 9月15日,小叶子联系真美说,很想买那块地,钱已经准备好了。 丈夫说,那我们明天就行动吧。 妻子和大儿子都同意了。 妻子跟大儿子说,事成之后,我们一人一半。 大儿子不干,我下手,我六,你四。 不用,我来,五五分。 9月16日傍晚,真美准备了一把锐气,开着车把小叶子约了出来。 她把小叶子带到了大摩田市的一处公园停车场, 假装聊天,想问出买地的钱放在哪里,然后寻找机会下手。 晚上十点左右,大儿子开车来找真美。 真美告诉儿子,钱在她家里。 大儿子拿出了工具说,我来吧。 不用,我自己来。 而丈夫看到妻子久久未能行动,有点着急了。 开车来找妻子,便拿出了冰稿,说,我来吧。 不,我自己来。 于是她回到了车上。 收到消息的大儿子,心里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她想,如果跟母亲合作的话,自己才能拿一半。 可自己最近需要钱买房子,所以她打算邀请弟弟北村校红一起干。 她跟弟弟说,小叶子家有两千万,事成之后分你五百万。 弟弟同意了。 2004年9月16日,晚上10点40分左右, 兄弟俩来到了大摩田市小邦丁小叶子的家。 当时只有小叶子的小儿子,高见杨丽在家。 兄弟俩假装来他家玩。 杨丽看到是哥哥的朋友,就让他们进了家。 两人趁杨丽不注意,拿出了准备好的毛巾。 杨丽暂时昏了过去。 兄弟俩找到了金库,把金库和杨丽带上了车。 路上,杨丽苏醒了过来,开始挣扎。 兄弟俩再次拿出了毛巾,杨丽没有了呼吸。 被他们留在了离家五分钟车程的周网川里。 两人从金库里得到了398万日币和戒指等首饰。 而曾美这边,小叶子因为一直联系不到小儿子杨丽, 非常担心,想回去找儿子。 曾美不知道怎么办, 于是先把小叶子带回了自己的事务所, 然后打电话给大儿子求助。 打完电话后,曾美问小叶子喜欢吃什么, 让儿子给他买回来,吃饱了和他一起去找。 哥哥让弟弟买了便当, 在便当里放了住民的东西, 重新包装后拿给了母亲曾美。 曾美把便当递给了小叶子, 你先吃点饭吧,一会儿我们帮你一起找。 小叶子没多想就把便当吃了, 然后昏睡了过去。 9月17日,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下午1点左右, 小叶子的大儿子龙姓因为找不到弟弟, 所以给朋友圆存一及其他几个朋友打了电话。 6个人一起寻找弟弟然丽的下落。 到了晚上10点左右, 北村夫妻呆呆地坐在门口, 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 他们打电话给大儿子询问他的意见。 经过讨论, 他们决定解决掉小叶子。 9月18日早上0点左右, 北村一家人带着一时朦胧的小叶子上了面包车, 30分钟后把车停在了大牟田港附近。 0点30分, 弟弟拿起了一旁的自行车索, 小叶子没了呼吸, 吉恩从他的包里拿到了26万日币。 真没想到, 小叶子又告诉他的大儿子龙杏和自己在一起。 为了避免走漏风声, 他们决定龙杏也不能留。 凌晨1点35分, 他们回了一趟家, 放下了真美和小叶子。 凌晨2点, 父亲带着两个儿子去了小叶子家找龙杏。 三人来到了小叶子家, 家里没人, 三人正想撬门进去。 没想到这一时, 龙杏因为找不到弟弟和原存一两个人开车回来了。 小红假装挥手和龙杏打招呼。 梁是朋友, 但龙杏更像是孝红的小弟。 因为龙杏上高一时, 有一段时间不爱上学就到北村竹混。 梁的年纪相近, 所以关系还不错。 孝红经常派遣他做事。 三人经过商量后, 一直认为龙杏和他的朋友都不能留。 父亲递给弟弟一把25口径的小型发射物, 然后回到了自己的面包车里。 弟弟骗龙杏说, 你母亲让我们帮忙找杨丽。 他们让龙杏两人坐后排, 哥哥开车, 自己坐副驾。 开车后, 哥哥偷偷锁上了车门。 2点15分左右, 他们把龙杏和袁纯一带到了周访川。 这附近都是工厂, 到了晚上几乎没人路过。 孝红拿出了父亲给的东西, 对袁纯一说, 这个是玩具模型, 里面没有东西, 只有声音而已, 我耍给你看看。 说完对袁纯一开了火, 袁纯一倒了下去, 龙杏被眼前的一幕给吓蒙了。 你母亲、弟弟都被我解决了, 说吧, 两千万放哪里了? 我不知道。 那不好意思了, 你也要玩了, 说完开了火。 2点50左右, 父亲回了一趟家, 拉上了小叶子, 拆掉了龙杏车子的车牌, 将三人和车子都沉入了河里。 杨丽也在这附近。 完事后, 一家打算去小叶子家找钱, 他们把车子停在了小叶子家附近。 真美在车上等着, 父子三人走路去小叶子家。 小红走在最前边, 路上他们遇见了一个送报员, 因为来不及躲开, 所以就硬着头皮打了个招呼, 找啊, 找啊。 因为真美拿到了小叶子的钥匙, 所以三人直接进了小叶子家。 可找来找去, 只找到了一些借条, 房产证和戒指之类的保持鉴定书。 父亲说, 这些东西不能拿, 不然很快就会找到我们。 因为兄弟俩背着父母, 偷偷拿走了小叶子家的金库, 里面有四个戒指被他们拿去当了, 得到了两万一千日币。 小红害怕, 警方发现鉴定书会找到他, 所以趁父亲不注意, 还是偷偷地拿走了鉴定书。 三个人在翻找物品时, 小叶子家的狗狗一直在叫, 所以三人对狗狗下了手。 回家后, 小红一直担心有人会发现壤里, 因为是他和哥哥私自行动, 所以他不敢告诉父母, 于是去了一趟河边, 潜入河里找壤里, 但没找到, 到了白天他又去了一趟。 这一次是发现了壤里, 但样子有点可怕, 所以小红没有做任何处理就回家了。 真美把从小叶子那里得到的26万日币, 给了大儿子10万, 剩下的钱拿去交了电话费和组织的会费。 大儿子交房租后, 给了弟弟5万。 9月19日, 袁纯一的母亲和龙杏的女朋友去警局报了警, 说龙杏和袁纯一失踪了, 希望警方能帮忙找人。 但警方并没有重视, 也没有出警。 小叶子的母亲因为找不到女儿和两个孙子很担心, 于是去找了真美询问, 但真美却说不知道, 一旁的笑红则表现得很不安的样子。 9月20日早上, 为了能让警方调查此事, 龙杏的朋友们对警方撒了个谎, 说袁纯一家里接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威胁电话。 袁纯一没命了, 他们觉得肯定和北春家有关系, 因为真美欠了小叶子很多钱, 希望警方去调查一下。 自此, 警方才开始重视起来。 正巧, 第二天早上10点左右, 路人在周访川里发现了壤丽报了警。 经过检查, 原因为窒息或者溺水。 晚上, 丈夫去餐厅喝酒, 突然在餐厅里自言自语说道, 我能做的, 我都做了, 我能做的, 我都做了。 而笑红则把汽车开去了汽车维修厂, 说想把这辆汽车报废。 店员觉得很奇怪, 这车就是旧了点, 但是还没到报废的程度。 9月22日凌晨1点, 警方逮捕了真美。 真美想拦下所有罪责, 所以跟警方说, 壤丽的事是自己做的。 此外, 她还对小叶子、龙杏、 袁春衣也下了手。 早上9点左右, 丈夫来到了警署, 询问妻子被逮捕的原因。 和警察在审讯室里聊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突然, 丈夫拿出了发射物对自己开了火, 试图了结自己, 但被送往了医院抢救, 保住了一命。 警方推测, 丈夫的这一行为动机, 也许是为了扰乱警方的调查。 9月23日, 依据真美的供述, 警方在河里找到了一辆车。 车上有三个人, 驾驶座上没有人, 其他三个人分别坐在副驾驶后排座位上。 警方对现场进行了查证, 觉得光靠真美一个人的力量, 可能无法完成士气案件, 所以真美应该还有同伙。 而且有目击者说, 这几天有看到长得像北村石雄和北村校红的男人, 在河边鬼鬼祟祟的, 一直看着河里。 因此, 警方想到了真美的丈夫是北村组的组长, 工具应该是丈夫给他的。 不过她丈夫正在医院, 需要等她恢复一些后再做确认。 也是这一天, 警察在路上看到了弟弟笑红, 于是把她带到了警署询问。 也许她不想供出哥哥, 所以她承认了是她协助母亲处理人力的。 警察将其逮捕, 依据她的供述, 警方把她送到维修厂的车也扣押了。 9月24日, 罚医对三人进行了检查, 确定他们就是小叶子、龙姓和原唇一, 距离事发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周左右。 9月28日, 真美突然翻供, 说龙姓和原唇一的事是笑红做的, 但之前她说都是她一个人干的, 她对四个人开了火, 现在又说是笑红做的。 而且四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是窒息, 这也和真美的口供不符。 当警方询问她更具体的时间、 地点、顺序时, 真美去屡次翻供。 警方觉得她肯定还隐瞒着很多事。 9月29日, 笑红跟警方说, 事情全部都是她一个人干的, 但口供也是矛盾重重, 母子俩究竟想隐藏什么呢? 因为真美和笑红 一直都没有供出北春笑, 所以北春笑觉得自己没事。 9月末还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我高见荣幸, 然力都不认识, 至于我家人被捕, 实在是对不起大家, 因为我没有参与事件, 所以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 我还想知道呢。 10月2日, 警方通过真美和笑红的供诉, 确定北春笑也有参与事件, 所以警方将其逮捕。 而警方通过弹痕鉴定, 确定发射物和北春石雄 在警署里使用的是同一把。 10月7日, 医生表示, 北春石雄的身体状况 在居留所生活的话 没有什么影响, 于是警方逮捕了她。 北春石雄说, 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警方觉得, 这一家都没有说实话。 11月11日, 警方对周访川进行搜查时, 发现了笑红使用过的单车索。 11月13日早上9点30分, 福岗县九流米警署 将北春校押送网地检署九流米支部, 准备接受审讯。 押送车上, 一个巡查部长, 两个巡查长。 因为北春校身材高大, 又是练过相扑的, 福岗县警命令要看见她, 所以审讯后, 又派了两名机动队员来协助押送。 但北春校表现得极为狂躁和反抗, 所以三名警员就拒绝了来协助的机动队员。 下午5点左右, 北春校和警员们在检查厅三楼的休息室休息, 准备吃饭。 当时给他们开门的, 是地检署支部的事务官。 开完门之后, 事务官就走了, 也没有给他们留钥匙。 三位警员因为都不是拘留管理部的, 估计也没有什么经验, 觉得是不是不用锁门的? 所以谁都没有去找事务官拿钥匙。 北春校被解开了手铐坐着, 腰上有一条绳子, 但当时没有一个警员拉着放在了地上。 他旁边有一位警员, 门口左右各坐着一位警员, 因为门口一旦被关上会自动上锁, 所以其中一名警员得一直用脚挡着门口, 不让门口关上。 五点半左右, 北春校和两名警员在休息室里吃便当, 一位警员在门口站着, 北春校说, 进来一起吃吧。 于是, 门外的那位警员也进来一起吃了饭, 现在四个人都在休息室里。 没过多久, 北春校先吃完了饭, 在休息室里东张西望起来。 哎呀, 好热呀, 调一下空调吧。 说着, 穿过了门边的两名警员, 其中一位警员就带着他去隔壁房间的遥控器。 回到休息室门口时, 北春说, 我自己来。 陪同的警员就先进了休息室, 他又对栏门口的那位警员说, 眼镜借我一下。 警员把眼镜递给了他, 他把眼镜往里扔, 警员去接自己的眼镜松了脚, 也在这一时, 门口关上了, 三名警员也被关在了里面。 他们谁都没有钥匙, 让北春笑找人来开门。 北春笑不理他们, 边解下腰上的绳子, 边对警员们说, 都是你们不好, 我什么都没做, 还有可能被判急刑, 我先跑了, 三天后回来。 说完跑出了休息室下了楼, 在一楼脱掉了拖鞋, 光脚跑出了检查厅。 下午5点40分左右, 警员用自己的手机报了警, 北春笑逃跑了。 5点44分, 九流米警署召集全署警员, 并给搜查员们发布了北春笑的照片, 准备展开追捕。 逃跑15分钟后, 北春笑在检查厅南800米的地方上了一辆出租车。 他跟司机说, 我被黑色组织带走了三天, 刚刚逃出来, 一会儿让朋友送钱过来, 你能不能把车开往柳川市方向? 司机看了看北春笑光泽的脚丫, 丝毫没有怀疑他, 往柳川市方向开动了车子。 路上, 北春笑还很有礼貌地, 让司机帮他到便利店买了饮料等物品, 说这个钱, 一会儿朋友一起给他。 接着, 他借了司机的手机, 给朋友打了几十个电话, 借我点钱, 我马上就到了。 司机以为他让朋友送钱过来。 晚上8点50左右, 出租车开到了熊本县荒尾市的上井守, 距离检察厅35公里, 车费累积到了20400日币。 北春笑下车打了个电话, 可能害怕司机听到吧? 等他打完电话回来后, 被埋伏的警察给围住。 事后, 警方查看了北春笑的通话记录, 发现他打给了父亲北春石雄的小弟。 其实, 福岗陷阱对被拘留者有管理规定, 吃饭时间需要将被拘留者挂在休息室里, 警员则在旁边的小房间里休息, 从外边监视。 但警员们没有钥匙, 也没有去拿, 制作主张开着门监视, 给北春笑有了逃跑的机会。 后来, 邀送北春笑的三名警员, 分别被处以一到三个月减薪10%的处分。 九流米警署居留管理课长, 警告处分。 大某田警署、九流米警署的署长、 副署长等八人内部警告处分。 法庭上, 北春笑说自己是无辜的, 没有参与事件, 把罪责全部推到了弟弟身上。 经过审判, 北春一家四人全员急刑。 在2007年12月25日的审判结束后, 孝红对着自己的律师大喊, 圣诞快乐! 北春珍美、 北春笑红被送往了福岡拘留所。 珍美也成为了日本战后第14位急刑球。 北春石雄被送往了广岛拘留所。 北春笑被送往了大阪拘留所。 据说这一家呢, 现在还没有被执行。 2010年, 此事件被写成了书。 2012年, 北春笑红和一个应援她的女性 狱中结婚, 改名锦上笑红。 2015年1月8日, 北春珍美的小儿子 也许是因为人际关系的困扰, 没有留下遗书就自我了结了。 也是在这一年7月, 再一次急刑球问卷调查中, 北春珍美表示, 虽然自己也很害怕急刑, 但是只要活着, 她会积极努力地生活。 北春笑仍坚持自己是无辜的, 要求再审。 北春笑红, 则要求改善设施待遇和制度。 2017年11月18日, 此事件被改成了电影上映。 今天的案件就为大家分享到这, 大家对此案件都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也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安全。 我是汤圆, 我们下支影片见。